大家好 现在开始进行110年10月11日 11点40分 远规台风海上台风警报记者会直播 以及媒体线上采访 为我们说明的是谢佩云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第18号台风远规正在逐渐接近中 今天在北部东半部的风雨 也都在逐渐的增强 远规台风它影响最明显的时间 预计会在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上午 提醒东半部北部的朋友要防强风豪雨 而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强风跟局部的高温 我们先从台风动态来看 在上午11点钟 远规台风的位置来到台湾东南方 大约470公里的海面上 预计未来会以时速每小时29公里的速度 往西移动逐渐的通过巴士海峡 由于远规台风它预计将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上午前这段时间 通过台湾正南方的位置 因此这段时间也预计将是台风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远规台风接下来会通过巴士海峡的南侧 因此气象局目前也持续针对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但我们除了提醒在这些区域要特别留意风浪之外 台湾各沿海的风浪也都是相当强劲的 我们从图上来看 在天气图上可以看到台湾附近除了南边的台风之外 在北边也有高压系统逐渐出海因此带来了东北风 那图上可以看到台湾为在两个系统之间这些等压线比较密集的区域 代表的也就是风力会明显的偏强 在今天台湾各地的风都已经逐渐在增强当中 其中在上午11点之前的观测 蓝宇地区已经观测到了16级的强阵风 而在澎湖群岛附近 以及桃园到云林的沿海 还有恒春半岛附近 也都观测到了10到11级的强阵风 除了沿海地区之外 我们也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比较接近内陆的地区 今天也可能会有强阵风出现 提醒外出活动的朋友 都要特别的留意注意安全 而除了风之外 浪的部分也都逐渐增强当中 我们从浪高的观测可以看到 目前在蓝宇地区已经观测到了 超过6米以上的巨浪 而在我们的东半部及北部沿海 也都有3到5米的浪高 除了比较靠近台风的东半部之外 在西侧的台湾海峡 台中以及马祖也有4米的大浪 因此我们也要特别呼吁各位朋友 今天非必要的话 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而在降雨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从雷达回坡图上来看 在稍早过去一个小时左右 海面上有明显的对流回坡 移进陆地 因此造成了我们在宜兰地区 以及东半部地区 有产生一阵显著的降雨 而除了这个现状对流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东部海面上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也都陆陆续续有水汽持续在移入 那也会让我们今天下半天之后 整个降雨的状况明显的持续 而目前的话 这些云械也有部分 飘过中央山脉来到了南部的陆地 因此南部地区 可能也会有一些短暂飘雨的状况出现 那从雨量观测上来看到 累积到今天的11点为止的降雨 在宜兰的山区已经超过了200毫米 达到豪雨的标准 而在北部以及花莲地区 目前累计降雨 也都已经来到了大雨的标准 因此我们从电量降水预报 持续看一下 今天下半天之后降雨的形态 我们预期 类似今天上午的降雨还会持续 而且整个雨势 降雨量还会逐渐的增加 这是今天下午到晚上8点的降雨 而这张预计是今天晚上8点到凌晨2点 以及今天凌晨2点到明天上午8点 清晨这段时间的降雨 大家可以看到 尤其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在晚间到凌晨这段时间 降雨还会更加的明显 整个雨势雨量都会更为显著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以及比较接近东半部的这些中部山区 都容易出现大雨或豪雨等级的雨势 其中特别是在宜兰 花莲地区 以及新北的山区 容易出现大豪雨等级的降雨 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安全 气象局目前持续发布 远规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我们提醒大家 台风的影响 在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上午 是最为显著的时段 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注意 远规台风因为中心离我们比较远 所以发布的是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它带来的整体降雨 以及部分区域的风势 并不雅于有发布陆上警报的台风 提醒大家今天一定要特别注意 而同时也由于今天是廉价的收假日 有交通需求的朋友 在上路之前也建议 可以先查询用路交通的资讯 如果要在风雨中行车 一定要注意路况并多小心安全 以上就是这节的台风说明 这节的直播记者会到此结束 预计下一次的记者会 是在今天下午2点40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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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